每年春节总是各片商厮杀最激烈的电影档期 影坛大哥成龙的新片天降雄狮 在钟馗扶摸澳门风云2等强敌环四下 仍旧杀出一条血路 这部集结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 哈莱坞巨型约翰·库萨克 与韩国男星催始源的电影 一上映就拔得头筹 七天新年假期票房突破4.5亿 文座冠军宝座 不过天降雄狮的古罗马题材 在过年期间还是较为沉重 后续票房疲软 而周润发主演的贺岁喜剧《澳门风云2》 推出不到一个星期就成功冲破四亿大关 哈哥现在欢迎来澳门 参称西京王的发歌周润发 在《澳门风云2》中耍帅间搞笑 加上刘德华的客串 票房一路飙涨 声势不可小觑 YES 威乐讯人中心 特别报导